亞馬遜隧道 這是什麼圖物 亞馬遜 亞馬遜 這個 好看喔 我喜歡這個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今天台灣時間的 2月15號晚上的 10點50分 新春台港交流賽 再次感謝香港隊找我們一起團練 那第三排沒有想到 安排了一個亞馬遜隧道 我覺得這個也蠻不錯的 因為可以去 看一下這個 兩邊隊伍的一些戰術思維 好 一樣先從 我們自己的隊伍開始 朝鮮 打打 庫曼緬甸 那看起來的話是一個 比較偏 有重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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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有重頭 後期很強 庫曼龍一波 也不錯 緬甸可打僧侶 打打馬公 加16加3的巨頭 鐵木兒 還不錯 香港這邊的話有 蒙古加上 薩拉森 我光看到這兩個文明就是 百分之兩千 一定打快攻 一定打快攻 因為薩拉森不攻兵 跟 對建築物傷害額外加成 再加上蒙古 這裡直接炒進來 這邊可以直接炒進來 然後還有一個是後期很強的 波西米亞 然後順帶提這邊 有稍微換了一下選手 韋德這邊稍微休息 換的是 這個 0621選手上 好 那看起來這個交流賽還是有個BP的 所以 我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畢竟有蒙古嘛 後期蒙古有錢 非常強 阿薩拉森後期 也很強 阿薩拉森加蒙古的combo 也很強 看一下這一場 我來看一下跟這個民間的天梯 有沒有戰術的不同 通常一般我們打這個亞馬遜 都是開局直接衝出去 然後會去圍家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中間遺跡這麼多顆 而且 附地很重要 附地很重要 阿目前的話 沒人要圍 我覺得這裡 香港可以不圍 因為有蒙古 有殺阿森 前期要搞很快就來 可以不圍 我們這邊的話 也可以不圍 我們有庫曼 等一下就可以開TC了 應該是不至於死去 但是 我們要判斷出 能不能守住教練 因為教練這個朝鮮 基本上 他一臉就是來打後勤 那他們可以來打快攻 當成是阿拉伯在玩 但是你們不能讓教練出事 這邊我想教練 百分之兩千 也是打直城的 沒有人這張圖 朝鮮跟你打什麼強毛 等你走過去的時候 已經量掉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這邊我們 這盤觀戰的重點就是 如何保護這個重頭 遠程 最遠距離的朝鮮長大 是我們這一盤的核心 那當然 香港隊這邊的話 我們也要看的是 他是打快攻 還是說 他是要 打到後期也很強 因為 你正常打 有殺阿森 菜刀 有重頭 有波西米亞 流彈炮 疾兵又搓得痛 然後有Share的這裡的 金罐頭車 金罐衝車 加美麗喀小 這裡後期的陣容 超級惡性的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台灣如果打到超級後期的話 這可能要輸 可能在帝王初期 或是城堡中期 庫曼龍起來之後 也許 也許 就可以打一波 可能 馬爆草原忌兵 或者什麼 想辦法直接吃進去 可能這樣子會比較好 好 好 蟹的十四春升級 好 蟹的十四春升級 確實 這裡升得很快 這邊 教練的肉馬還在黑暗時代 那這裡死去 中台也是黑暗時代 這蒙古肉馬跟鬼一樣啊 十四春升級師跟鬼一樣啊 真的 哇哦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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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有沒有隊友 十八春 二十二二二三有直層配置的 也有封劍級速的 中台是打打人 上來先開軍營 看起來是要負責尻個馬 緬甸這裡十八春 阿扁劍這裡是野馬就騎手 好 TAG雙馬就騎手 雷茲 開雙TC 阿教練的話 朝鮮馬 朝鮮人做朝鮮士 BJ4 BJ4 這裡 這裡 應該不 應該不會打馬戰車吧 應該不會打馬戰車 不知道耶 也是可以打馬戰車喔 馬戰車城堡接上去 再接庫曼 也可以 看一下 我也不知道他們要打什麼 難得有亞馬遜隧道 通常都是希望來發大的 打一發大的 在這邊八十五春打八十六 唉唷 這邊確實是打不公兵 沙拉森 其實這個版本要打 那個駱駝也很強 他那個後期血量有140滴血 也是 不知道在屌什麼 的沙拉森 九十一春打八十九 伯根蒂的話 這邊是選擇打馬就 柏根蒂也可以考慮 城堡中期格子 但是如果是柏根蒂的話 我覺得讓他直接上遊俠比較好 因為城堡中期 比如說像這種競技場的柏根蒂 你還是會想要趕快 惡木惡農 加倫種 趕快先農一波 那這邊的配置變成是 雪的有馬就了 柏根蒂有馬就了 然後沙拉森又是一個 不公兵 也就是說封劍幾乎是完全 然後 後期保底 打一個波西米亞而已 那波西米亞他也能打餐車 他不一定要濃 如果這邊真的 香港隊要很屌的話 就是直接 四家城堡直接幹進來 也是OK的 不過通常亞馬遜隧道 因為中間真的腹地很大一條 很難 四家 很難 走出來的時間 這邊真的很遠 我這邊會比較建議 可能柏根蒂就存 啊這裡 那個波西米亞也存 其實蒙古加沙拉森 我覺得應該是夠力的 你看我們這邊 喔 我本來是要講說 中台可能是打馬就 因為如果你打馬就的話 打沙拉森那就不好 因為 他有長香兵帶出來 兩家馬的話 有點難守 那這邊中台是打工兵就沒有問題 那達達人的高地輸出 額外有加成 城堡有免費送母子環 那這這一波基本上 呃 香港隊是沒辦法打進來的 好也算是 有在提防哦 啊應該不會有漏洞力果吧 應該不會有漏洞力果 嗯 波西米亞上台是點了一個二級目 然後雙TC 在這邊中台走下來兩邊有一級射嗎 中台沒有一級射 中台沒有一級射 學著這裡的肉馬 有點機體嗎 學著現在點一個瓶 欸 柏根蒂 單TC 格子馬 我要開這個貿易了 有人進攻給一批嗎 二十六村是可以雙馬就直成格子馬的嗎 喂喂喂喂喂 這裡有人搞大的 欸欸教練也搞大的 教練也搞大的 教練也搞大的 你們的亞馬遜隧道 是沒有後期的嗎 兩邊都粗暴 兩邊都粗起來 阿柏根蒂單TC格子馬 是真的讓我嚇到 沒有人進攻給他的話 沒有人進攻的話 一批一定會斷存啊 超級大招 哇這邊格子馬真的來了 結果教練這個寶 自己 想辦法喔 推過我一下 哇靠這裡 遊戲時間 才大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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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欸欸欸 教練 欸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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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欸我怎麼感覺這邊超危險啊 如果這裡沒蓋起來 直接起飛耶 要練單TC馬戰車 所以是給雷茲爽爽爽爽就對了 沒有兩家雙龍 沒有投石車就對了 沒有拔拔布 哇這邊香港隊也是不講武德欸 弄一個 柏根蒂直接尻一個格子馬 嚇死人 這個非常不合理 但是這個就是 有時候大招就是這樣 真的是差點出事 你剛才如果沒有中台的那個小弓在那裡 剩幾隻 我感覺那個寶石開不起來 我們換句話說 還好這一台我們的配置 這一盤我們的配置是有帶小弓 沒帶小弓 洗洗碎咧 真的洗洗碎 那現在156村打164 教練這裡中間插一個高地寶之後 拿到了很大的腹地 然後直接起劍塔 這個高地 這邊教練不想給的 沒有人可以拿就對了 那雷茲城堡上來 繼續農 3T 沒有繼續農 他出什麼 騎士喔 他有出騎士喔 OK 那這樣子的話 柏根蒂 或者是波西 其中一位選手要想辦法扛一下我們這波 庫曼馬爆 現在這邊5P開始上這個10強 打庫曼的話 自己要小心啦 你們有打競技場應該 不用我再多說了吧 你不知道他到底什麼時候來 但是 當他來的時候 你跟他賭一把 你都沒圍 那個庫曼就直接 踹進來了 他是沒有在管理格子馬的 因為兩邊經濟是差很多 現在這邊格子馬直接拆這個塔 目前 如果要來擋這個塔的話 我覺得 可以考慮在這個高地 等一下洗一隻寶就好 或者是真的有人要出投石車也是OK的啦 如果是出投石車的話 7P來出投石車 這邊生頭玩家去打這個生頭 打投石車是最好的 5P是工具人 5P我已經快認識你了 前面兩把開湊 今天隊伍要叫你湊 你就湊 要你 需要你的布公兵加成你就布公兵加成 然後現在要你投車防守 你就投車防守 你都不用 你都不用搞經濟 你是誰?你香港布丁 還是你是勇士隊的那個Dremont Green啊 這邊是香港的 香港話要怎麼講 做出火的是不是 殺生單TC 殺生如果是要C也是很強 這文明後期也是很噁心的 那現在波西米亞是4TC 準備要點帝王 OK那就是老哥 你忍一下 你忍一下 我這邊後期也蠻強的 你忍一下 我這邊波西米亞後期也比較強 你忍一下 呵呵呵 現在233村打238 最終是由蒙古來蓋這個高地堡 雷茲有出12隻的騎士 然後只有3TC 然後準備要點帝王 貿易的話 已經可以開始做了 這張圖基本上 沒有人早期有能力給你開路的啦 先做先鎖 這個圖就是跟黑森林比較不一樣 黑森林這個年頭 瘋狂黑森林國際賽 沒有人在先做貿易很少 除非你把對手當白癡 那亞馬遜隧道的話 就等於是以前台灣的黑森武士 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做貿易了 然後等下還有時間的話 甚至還有那種開路進去做貿易 不過首先前提是要有空 好 這邊的話 268村打297 17 我跟你目前是3TC格子馬 這裡算是也給庫曼一個尊重 你今天要侵犯我國土 我這邊也是可以打 好像以前那個 南北朝時代喔 北周齊國齊國 兩國北方邊疆互不相讓 我正南方庫曼有騎士 上面有格子馬 你看我我看 看來看去 歷史上為了什麼打架 可能為了妹子打架嗎 怎麼怎麼打怎麼打 對 附地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教練剛剛不講武德 他直接拉村 而且這裡起了很多隻香爐 過年期間的這邊大家一起拜拜這樣 我們這自己的香真的是還挺多的 這裡的香你能說 不能以上利斯亞來說 對手又沒有出兵 你雲開那麼多劍塔幹嘛 沒有啊 我們這裡單人視角是看不到的 有沒有你看像穴的他這裡也是看不太到 我們這邊也是一個傳統的文化致敬 點個光明燈六千塊的 點不點隨便你 你這邊有稍微迷信的 有這個虔誠信仰值高的 那就先起個塔 加減加減 反正你不起 你媽媽也會湊你一波 林良吉娃娃年輕人現在都不拜拜是怎樣 造反是不是 那這邊教練畢竟他有年紀比較 算是中世紀的 那這邊這個台灣的文化也是有給他 Respect到底 也沒有在管說對手會先上還不先上 我先插了再說 我先插了再說 我等一下輸的話就沒有我的份 我先插香 現在這邊的話雷茲開一個中頭 我選擇要來開路 這裡是真的很壞 這裡是真的很壞 那 這邊的話其實7P是有開哨戰了 看起來是有在提防沒有問題 那只要亞馬遜隧道的話 跟黑森一樣 這都有尾 OK那就不用說了 OK 認真講啦 香港隊這個時候要很小心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的文明呢 目前沒有人可以開路 因為你們的文明 蒙古跟薩拉森兩個可以有出重頭的 他們都是打前期 所以在帝王的先手權上面呢 一定是台灣論 黑森林的時候也是一樣 黑森林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蒙古他在中途很強 可是如果你把他拿去做早期的快攻 沒成功 那你這裡先練戰你要去想 喔 這邊這邊有看到喔 開路看到了 現在384村打461 烏曼這邊已經開完路了 直接要進去了 這邊一個quick war 這邊開路進來 OK直接吹波 中頭自滴 沒有 沒有自滴 革子馬進來直接打這裡波根蒂 那目前集體上來說的話 一攻二防打一攻三防 這邊革子馬直接衝進去 革子馬第一波 由庫曼這邊先搶先侵入對手的領土 那目前這一波進來 小亂一波 小亂一波 那算是都有給 比較可惜的是 圍牆上的比較晚一點 中間的話是 Z4打一個老頭陣 加這裡的劍陣 幹你們一連就是來敗敗的阿 他媽又劍塔又老頭 這邊是 那個什麼 那天講那是什麼 竹北天后宮是不是 光明燈五百 招財燈六千 要點燈要六千的還要排隊 這邊燈都點起來 新村點燈點起來 緬甸的修道院確實可以打 確實可以打 因為半價科技 然後緬甸的話 他這裡飛鏢機兵 打這個有蒙古圖琴 加上有這個 大生的菜刀 基本上飛鏢就不要了 人家沒有用 在中途3 3公分手長 是沒有優勢的 緬甸飛鏢是 人家打個幾兵 加頭車生女 這樣可以 這邊有吹走喔 1 2 3 4 流亂炮被鬼吹 這邊換我老頭 但是我們上面有香爐 刺人還是蠻痛的 射人還是蠻痛的 雷茲第一波兵進來 總共有殺到 香港隊的什麼村嗎 18村 還行還行 接下來 這些所有有墓區的地方 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這個時候呢 就要一些電競的耳機了 聽得到那個聽音變位 通常那個投石車砸路的時候 砸樹木的時候 會聽得到那個聲音 這邊就是要考驗你們平常 有沒有再去多玩這個CS那些的 聽音變位 目前這邊的話 槍爐是真的多 真的多 全世界最愛拜拜的 我覺得台灣應該有Top3 甚至是Top1 原因就不解釋了 光明燈500點下去 直接點 那500可能還可以接收 那我們這裡勒 柴神燈 一盞一萬 一盞一萬 這邊也給他點下去 這邊老頭 在那邊Juke 在這個陰暗處一下吹 以下又不吹 以下又不吹 火焰駱駝是怎麼樣啊 火焰駝駝是怎麼樣啊 火焰駝駝是怎麼樣啊 燒金子是吧 啊 雅雅人確實火焰駝駝可以了 火焰駝通常通常 最好用的時候是 打那個大象類的 打那種駱駝大象 這種的是最好用 火焰駝駝 我們在之前 死鬥的比賽裡面 已經有看過 火焰駝駝是可以打這種 就是 大象類的 喔很強 不過現在對手沒有大象啊 你想炸誰 這邊打一個很粗暴的喔 這邊中台是沒有要精灌鐵木耳嗎 16加3的工程器不用嗎 16加2 工程工程師還沒頂 現在這邊劍俠槽直接插起來 哇靠這個 誰敢過來 欸這裡 香港不開路 正面來 我覺得會死 欸我覺得這場 要開路欸 不開這正面 這正面 我覺得超難打 哇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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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根蒂的話 後期就比較爛一點喔 遊俠 畢竟只有160滴 我覺得 跟我們這樣打 正面會輸喔 除非 黑雪的工程器也都來了 那再看看 那我覺得很難 高地塔太噁心了啦 欸 這很像那個 下個禮拜 那個元宵節燈燈會 你知道嗎 那個頭上一抬起來 全部都是那個燈籠 你知道嗎 紅紅亮亮的 媽你這邊不說 我以為是什麼 九份老街你知道嗎 欸這九份老街 九份老街 欸 現在沒有人敢動 沒有人敢打 沒有人敢打 這邊有一個高地 但是這裡只有兩個寶 其實 喔這裡開始造那個火炮塔 喔喔喔喔喔喔喔 欸這個這個這個局 也猛 現在流彈炮有 14台 有要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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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駱駝會炸到這個強 強弩兵嗎 火焰駝駝 上去 蹦蹦蹦蹦 蹦 火焰駝駝 火焰駝 火焰駝駝沒有炸到 火焰駝駝 沒有炸到 遊俠遊俠 蹦蹦蹦蹦蹦 欸欸欸欸 蹦 欸怎麼都沒有蹦啊 怎麼都沒有蹦啊 喔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 來再來再來 蹦 好像沒有到真的很猛 好一波交戰 看一下KD看一下KD Z40死了101隻老頭 沒關係啊反正台灣什麼不缺 老頭很多啦 這邊釣了一波之後 好像 也是差不多 殺往後拉 教練的頭車來了 這邊那個 佛堂裡的 傳統文化吊掌來了 弄一個他媽的不插箱的不行 現在薩拉森 精銳阿拉伯奴隸兵要出來 鐵木兒這邊也出來了 超遠距離遙遠的祝福 這邊貼上來 砍巨頭 一下 兩下 等一下 這邊如果有錢的話 異端斜說阿可以頂一點 異端斜說其實在這種時候 你給我打過病態電腦就知道 異端斜說有錢可以頂 蹦蹦蹦蹦 蹦蹦 炸到蒙圖嗎 蒙圖炸到蒙圖 炸到蒙圖 蒙圖直接摔死 肚子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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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蒙古的蒙圖 被炸死了 哇靠 Chad的食物有4000多 但是 原來MVP是火焰駱駝是不是 現在這裡火焰駱駝好像佔據了整個版面喔 我現在還沒有看到有人解掉這個東西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沒有重頭啊 香港隊要有重頭要有重頭 不然這個火焰駱駝很白癡 又進來了又進來了又進來了 這邊這個高地不能失手啊 來站好站好站好這高地不能失手 這邊的僧侶吹進來 蒙圖往前射 但是這邊後面還有一個遙遠的投石車 哇靠我們這裡是遙遠系列 16加3 8加2 再送一個前排駱駝 但是是有火焰的 哇靠這邊連那個傳統的 文化技術 甩火球都出來了嗎 這邊高地如果失手的話香港隊會很難打 後面沒有高地的很難打 這邊直接衝進來生女互相 吹自己 也要買光明燈的要點的 後面排排站 現在這邊再插箱進去 然後面蒙圖這整坨有23隻 小心一點小心一點 現在菜刀的機體還沒有辦法點起來 我菜刀機體還沒辦法點起來 兩大寶兵都很強後期 但是因為都打前期 經濟沒那麼好 現在各種 石頭亂丟 各種亂炸 鐵木兒 大家人 吸了一把 這邊直接把戰場直接切開 這邊小心喔 小心 小心 不行 喔 喔 不行 再一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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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恐怖了 拆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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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火焰駱駝跟看到鬼一樣 哇全部被炸死 然後後面有開路後面有開路 這個真的過分 他一坨 完了這一場播出去之後是不是大家都要玩火焰駱駝 再一次嗎 再一次 一坨 呃 欸 我大魅力卡小輸給這個火焰駱駝 你要 你要打他你就只能往後拉打 然後你就沒腹地 誰要來死 趕快報名來 火焰駱駝一直炸到昂貴的冰箱 哇哈哈 不行啦這個這個東西 火燒起來了 火燒起來了火燒起來了 跑跑跑跑跑跑跑 哇這源源不絕 現在這邊朝鮮給更多的火炮 還有工程器 鐵木兒 這邊工程器大量 哇這天上都是石頭陨石啊 通常古時候打仗那個將士是想什麼 放箭 放箭,然後後面都是箭對不對?這邊沒有,這邊全部都是石頭 這邊全部都是石頭 這個石頭也太遠了吧 這個石頭也太遠了吧 現在這邊火焰駱駝又進來了 好像在搶菇,還怎樣 炸到嗎?炸到!炸到! 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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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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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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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沒有了 這次沒炸到 好像玩到這裡的時候不知道怎麼處理這個火焰駱駝 我其實說真的我也不知道 老實說 打到這個節奏我也不知道怎麼 意外的噁心嗎 這個打達人 久久沒出來 一出 給你中台爽到一個不要不要的 整場都看你在炸 後面的隊友 我看力士尼可以掛網了 他在幹嘛 他有在玩嗎 不是力士尼有在玩嗎 我看他沒在動 哈哈 現在這邊又一坨火焰駱駝 火焰駝駝還是怕投石車啦 遠程的東西要範圍的打他比較好 蒙古這邊 哇 趕快進來 後面這裡工程器太多 然後這邊點一下這個投車 然後這邊也不錯 哇 這邊 可惜了 我覺得可惜了 真的沒有算到 欸我真的沒有算到這個火焰駱駝這麼急巴 有 有是在想說 有可能是有火焰駝駝 但是 應該是點金罐先鐵木耳就好 我的藍圖原本是在想教練應該是開頭車的 結果教練說沒有喔 我擦擦喔 我 我這邊是走一個老人戰法 你要炸你去 在整坨這樣子 媽祖進香 走到的地方都要給我跪下這樣子 欸 GG 沒炸到 哇 哇這一盤 這一盤我不知道怎麼說欸 我覺得 只有一個問題吧 如果真的要講這一盤的話就是 呃 蒙古跟沙生這個陣容出來前期很強 可以打快攻 但是如果被擋住的話 他後期也是有問題 那我覺得 呃 通常像這種黑森林的比賽啊 那比如說你們可以問雪的 因為他有參加過 那個瘋狂黑森林的國際賽 那個瘋狂黑森林的國際賽 通常都會有一家是配重頭的 那香港隊這一盤比較可惜的是 就是 面對到中間有很多的劍塔的情況下 沒有一家是可以開路 所以就變成說 香港隊是被動防守 喔被動防守 那隨著時間拖移下去的話 那個劍塔越來越多 永遠會處理不了 所以 看陣容上來說的話 蒙古跟沙生 得要有一個人有那個 投車啦 這樣子才有機會去 不要去中間開路 不要去中間打 然後可能繞到 可能是這邊啊 或是邊邊的地方 從後面來試試看 然後進來沙村啊 沙貿易 可能會比較舒服一點 這盤的建議是這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四盤